几岁了呀 24 24了呀 不想了 你有理想吗 你告诉你理想是吗 我有理想 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就是考下证来之后 找一个好工作 给他一个好一点的生活 然后呢 这样才能对得起他呀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他呀 但是他也太限制我的自由了吧 等等等等 你知道你对不起他是吗 内心有那么一点 看到他每天挺辛苦的 说真的啊 当你看到一个女朋友辛苦的时候 你心里面最应该想的 不是考证这件事 而是我怎么帮他分担一点 你知道他为什么关着你吗 我刚刚听半天 你可能觉得 要限制我自由 要我读书 没那个 很简单 因为你不干正事 你现在唯一在他脑海里面 能想到你唯一能干正事 就是读书 所以他天天把你关架读书 你要今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也不管你了 是吗姑娘 就你要有正事 他也不管你了 你没正事你知道吗 你是吊耳郎当的 还有自由 你可以有自由 你有掌控自己和管理自己的能力吗 你连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正事 你都不知道 你没有让人失望到一定程度 这个人会把你的裤子给锁起来吗 做出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见在这之前 你做过多少匪夷所思的 让人失望的事情 姑娘是吗 对 其实你是一种特别典型的女性 就是我找了这个人 我瞎了眼 但没关系 我把他培养成我想要的那个人 对 我就是这样想的 对吗 是啊 就是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女性的类型 最后就变成了过度母职 就你比他妈还他妈 因为你要培养他 要让他活生生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恋爱错了是可以再选的姑娘 我不反对你 管理他一下 或者说改变他一下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过度的攻击性 会让两个人之间更伤心 因为我相信你站在这 看着你咄咄逼人心 伤心是你伤心 你比他伤心多了 他没什么可伤心 你比他伤心多 你也比他心累多了 我建议你啊 再给他 比如说一次两次机会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行 你自己定个日子 到了那个时候 这人还不行 他说他找工作 你发现他确实还不行 就分手 所以不管是你对他也好 还是对下一个男朋友也好 过度管理 还不如我抽身离去 因为当你要过度管理的时候 说明你找错人了 找错人就要认错 所以我要跟你说的就这句话 你可以再给他机会 但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 确实不能再往下继续了 OK 我认输了 转身离开 让他爱干嘛干嘛去 好吗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我